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老挝是东南亚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 为游客提供独特而真实的旅行体验 以下是老挝的一些最佳景点和活动 探索朗博拉邦 朗博拉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也是老挝的前皇家首都 游客可以探索这座城市美丽的寺庙 例如Walzing Sound和Walmai 并参加早晨的施舍仪式 佛教僧侣会从当地人和游客那里收集供奉的食物 游览石岗平原 石岗平原是位于老挝中部的一个神秘考古遗址 该遗址有数千个石灌散落在整个景观中 最大的石灌重达数吨 游客可以探索该遗址并了解罐子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游览湄公河 湄公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 流经老挝提供壮丽的景色和独特的旅行体验 游客可以乘船沿河游览 途经风景秀丽的村镇 沿途探索当地的市场和寺庙 在波拉文高原跋涉 Walaving Plateau是位于老挝南部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地区 以瀑布、咖啡种植园和山地部落村庄而闻名 游客可以在该地区徒步旅行 穿过茂密的森林和山地参观当地的村庄 了解传统的生活方式 参观首都万象 万象是老挝的首都 融合了法国殖民时期的建筑和传统的老挝寺庙 游客可以探索这座城市的寺庙 如金山寺和玉佛寺 还可以沿着湄公河畔漫步 该市还提供各种餐厅和咖啡馆 供应传统的老挝美食和国际美食 体验关西瀑布 关西瀑布是位于朗博拉邦附近的热门旅游景点 瀑布提供令人惊叹的景色和一系列游泳点 供游客在清测的水中消暑 游客还可以参观附近的救援中心 受伤和孤儿动物在这里得到照顾和康复 总之 老挝拥有令人惊叹的寺庙 神秘的考古遗址 风景秀丽的和尚游船 徒步旅行的机会和自然景点 为游客提供了独特而真实的旅行体验 因此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既能提供丰富的文化底蕴 又能欣赏到自然美景的目的地 那么老挝绝对值得一游 对自己的总体验 我们要找到一个既能提供的